29号是世界心脏日 今年以用心行动为主题 强化全球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跟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全球每年约有1800万人因心血管疾病过世 而为福顾台湾国人十大死因统计 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分居第二及第四位 加上糖尿病、高血压 每年有5.6万名国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而且数字逐年上升 心血管疾病根源就是三高 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担 高血糖造成动脉内壁损伤 高血脂则导致动脉硬化 因而增加冠心病、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国健署呼吁国人改变不健康行为 从下列七件事开始做起保护心血管健康 第一、722量血压 延续七天、每天早晚各一次 每次量两遍 掌握自身健康状况 二、积极戒烟 吸烟会增加坏胆固醇 长期吸烟容易导致心血管受损 三、维持理想体重 身体质量指数BMI维持在18.5到24 男性腰围小于等于90公分 女性小于等于80公分 四、健康均衡饮食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全头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饭跟蔬菜一样多 蛋白质一掌心 坚果种子一茶匙 五、提高身体活动量 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 能预防肥胖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六、充足睡眠 每晚睡眠时间7到9小时 七、定期健康检查 人间福报陈林芳 台北报导